6月3日 工业复联表示AI伺服器市场空间比预期更大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这一周外资群跪下买回鸿海56594张 股价从102.5元涨到108元 之前鸿海开出第一季财报后 外资群合计卖了鸿海10万张 股价才从105元跌到102.5元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鸿海的底部越电越高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动 以最实在的基本面来说 鸿海净值106.3元 一年能赚资产的10% 每一个月能增金白银的赚0.83元 这样每多一个月 鸿海股价多0.83元 这有啥好奇怪的 外资群不论怎么建价的卖出手上的持股 单纯就是爽到买到的人 这改变不了鸿海每一个月平均能赚0.83元的事实 另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做AI伺服器的公司股价都暴涨 广达股价涨到股价净值比3倍 伪创涨到股价净值比2倍 市场一开始以为这两场是AI伺服器受惠最大的公司 结果后面才发觉原来鸿海才是AI伺服器浪潮的大赢家 鸿海在伺服器的营收是业界第一名 有一些人会以占公司的比例在说嘴 但懂真实的商场情况的人都知道 经济规模才是竞争力的表现 鸿海的股本是值及保留盈域够大 所以在AI伺服器浪潮中可以拿出大量的资金做资本支出 伪创及广达单纯就是在搞笑而已 鸿海保留盈域有1.14兆 广达也才1021亿 最搞笑的是伪创 就只有365.7亿 一些半吊子以为伪创股价潮起来 公司就能有大量的资金可以去扩厂 买设备 买土地 被库存等 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股价单纯就是对一买及一卖的人有影响 伪创股价涨到1000元 也不会让伪创的保留盈域变大 一家没有资本的公司 吹的一副要打败鸿海 有时散户就是很搞笑 在那说伪创股价要打败鸿海 如果你够蠢 你可以去拿1000万买路边的一颗石头 这颗石头不会因为你花了1000万买而变得有价值 以前金光党会拿砖头假装黄金去卖贪心的人 很多人会觉得被骗的人很愚蠢 但他们现在在股市中就在做一样的事 以为公司股价涨起来就等于是有价值 到底哪来搞笑的人 鸿海旗下最赚钱的金基姆工业妇联 在6月2日开股东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工业妇联的看法 很明显就是真的接到这么大的订单了 所以在看法上都会变得比较乐观 这和流动在5月底使法说会上看法一致 下半年鸿海AI伺服器有三位数以上的成长 有人觉得是100% 但100%仅是三位数最小的数字 有一点野心 最近AI伺服器爆火 鸿海的资本额 技术又这么到位 成长100%到999%都是有可能的 工业妇联也表示 AI伺服器的毛利率相对高 工业妇联会因为AI伺服器的营收提升毛利率 对鸿海来说 持有84%的工业妇联 鸿海中有三成的营收 及四成的获利是来自于工业妇联 所以下半年鸿海毛利率有望提升 大家也不要忘了 第四季鸿海电动车要出货 不要因为AI伺服器忽然爆火 大家就忘了鸿海电动车第四季要开花结果了 明年及后年营收占比会更大 现在鸿海等于有AI伺服器 有电动车的题材 成长动能非常的强劲 大家再想象一下 如果AI起来 那电脑及手机是否也要升级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AI有可能成为换手机及电脑的杀手级应用 在这么大的浪潮中 鸿海这种巨经济规模的公司 股价净值比一倍 我真的是不懂投资人怎么想的 第一季鸿海法说会开完后 外资群到货10万张 结果被一万名的散户接走 结果这一万名的散户只赚了几元的差价 又把股价卖回给外资群 剩下外资群没有买回来的5万张 则是被中石户及大户买走 外资群想要便宜的接回来 真的就是难如登天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网友分享个人金融负债的经验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 你会得到的利率也不同 可以多听多看 这样才能和银行谈到比较合理的利率 如果自己的条件不好 你又想要得到很优的利率 最终单纯就是浪费时间罢了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0056要调整持股 这一次要把长荣踢出去 如果有注意看0056什么时候把长荣纳入的人 你就会觉得很吐血 当初0056去追高 目的就是觉得长荣会有高股息 今年长荣配45%股利率出来 结果0056还没有拿到股息就把长荣踢掉 然后再去买回赵丰金 现在0056在做的事 我前几天就有和大家提到 00878现在拼命的在追高伪创 追了12万张 平均买在68元 现在说伪创是高股息 可能两年后伪创股价下跌了 获利不好了 00878又在30元把尾创踢出去 这一次0056在180元追长荣 再减资后的155元要卖掉 也就是减资前的62元 差不多就是赔了六成多的差价 大部分买ETF的散户就会说 我就是懒 就是弱 就是嫩 就是废 就是无知 所以我就要无脑买ETF 我只能说 你就多买一些吧 外资群及主力在割股割不到你的韭菜 现在倒好 集中到ETF中 外资群比较方便同一割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工业复联表示AI伺服器市场空间比预期更大 二 红海传取的特斯拉造电动车关键大单 三 0050及0056最新陈分股大调整 这一周外资群买超红海56594张 三大法人买超58666张 很明显这一周就是外资群买的 我说过 一买一卖成交易 外资群买的 一定是散户卖的 外资群看到第一季红海财报后 11个交易日大卖了105533张 红海股价从105元跌到102.5元 合计下跌了2.5元 近五个交易日买了56594张 红海股价就从102.5元涨到108元 合计上涨了5.5元 我一直和大家说 外资群在红海中买不回来大量的股票 所以只能一直使出贯杀及压制 不然就是看到利空就贯杀 但不论外资群怎么耍见招 红海股价都跌不下去 红海里面大部分的股东 也一直是使出懒的理你大法 昨天我给大家看到从红海法说会后 那些在灌杀红海的外资群下场有多惨 这也不是我随便说说的 都有筹码面可以参考 其中最惨的是大魔 好好的偏多大联盟主将 结果三心二意 看到红海第一季因为下谱重大资产减损后 竟然带头向下灌杀 这等于是犯了兵家大忌 当空多发生时 身为一个大将军 怎么可以背对敌人然后逃命 会损伤严重也是活该 大魔在第一季红海法说会后 卖了三万多张 最近几个交易日又买回两万多张 合计损失一亿千万 还有一万多张股票还没有买回 如果全数买回 应该会再赔五千万 剩下的如美商高盛 美龄 元大 瑞银 台湾汇利 这些也都是比惨的 都差不多赔几千万 这就是在红海中逆势操作的下场 很多外资群及主力 在其他个股各ETF及散户 都搁得超级爽的 例如外资群最近在伪创疯狂 架到了十几万张股票给00878 对外资群来说 这都是小菜一碟 结果进到红海中 就显得这么软弱无力 这一周红海的急保股权分布如下 红海股东人数减少了9997人 千张超级大户少了8人 股票增加51359张 这一周很明显 又是散户把股票倒货给外资群 大家有看到吗 外资群以为散户看到红海 因为夏普做重大资产减损 大部分的散户会恐慌逃命 结果股价从105元跌到102.5元 就被散户大军接走了 这等于就是宣告了外资群的误判 这些散户懂第一季红海本业很好 夏普资产减损仅是把面板厂 OLED厂 机器 设备 商誉做一个减损 这不会影响到红海整体的营运极限金流 在外资群故意贯杀的期间 散户大军就拼命的接 看一下从红海开完第一季法说会时 及保股权分布 现在股东人数减少647人 这就代表了外资群贯杀下来 被9000多个散户做了个短多 当股价涨上去后 又倒回去给外资群 这些散户大部分应该是卖在106元左右 因为红海近期前拨高点就是在106元 很多散户就是在102元买 106元卖 觉得低买高卖好轻松 当红海股价涨到108元时 整体的散户只少了647人 这就是我和大家说的 不会卖的人 不可能再低于115元以下卖 外资群真的想要吃到比较大一点的量 就是要到115元附近吃 我相信会有一些人在这卖 不过这价格还远远触及不到红海的价值 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伪创股价净值比都2.09倍了 广达股价净值比3倍 你以为现在EMS的龙头是谁啊 明明元宝 广达 伪创 何硕 因涅达营收加起来都比不少红海 获利加起来更仅有红海的一半 那些个股股价净值比赶来到2-3倍 你觉得红海股价净值比该1.1倍而已啊 真的是搞笑到极点了 最近火热的AI伺服器 也是红海营收最大 广达及伪创加起来还比不少红海 却会有人搞笑的说广达及伪创的伺服器站公司营收比例比较高 所以获利会比较好 这样的人就是太天真了 红海市产业的龙头 股本大 净值高 手上的资产一大堆 当AI伺服器爆发时 红海能吃到更多的订单 这应该很好理解吧 红海一家AI伺服器就2000亿 广达及伪创加起来2000亿 当AI伺服器大爆发 按照刘董说的三位数成长 至少就是2000亿变4000亿 如果广达及伪创也是翻倍 那了不起就是个增加1000亿 当AI伺服器市场变大时 你觉得红海这种据经济规模的比较容易受客户亲爱 还是那些小公司比较受亲爱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而且当AI伺服器成长到红海时 当然也是据经济规模的可以抢到更多的订单 因为客户就问你 红海可以比较便宜 为啥你一定要这么贵 你总不能说红海规模大 但占整体营收不大 所以你比较有优势吧 这种话说出去就是会被人笑死 记得一件事 红海的保留盈余有三成 也就是1.14兆 广达仅有14.6% 也就是仅有1021亿 伪创就更搞笑了 保留盈余仅有8.58% 也就是365.7亿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AI伺服器大爆发 红海 广达 伪创要买土地 要扩厂 要被库存 需要资金周转 你觉得哪一家公司 能快速地拿出大笔的资金去扩厂 买设备 买土地 被库存 当然是有1.14兆元的红海 一些散户天真的以为 伪创股价涨到71.1元 这样他就能凭空地 伸出钱去布局AI伺服器的商机 真的就是愚蠢至极 白话文就是 今天你看到弹塔商机大爆发 每天大家都在排队 供不应求 两家做蛋塔的 一家有1亿资本 一家仅有100万资本 蛋塔商机从100万爆发到1亿 你以为资金额100万的店 能吃到多少商机啊 他有钱去买店面吗 有钱去买蛋塔原料吗 能被库存吗 如果你是卖蛋塔原料的 你敢把3000万的原料 供给资本额10万的店吗 这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来一群人 在那说资本额100万的店 卖100万就赚一倍 资本额1亿的 卖3000万也才赚30% 重点是商机大幅成长 你也要有足够大的资金 才能做这么大的生意 不然炒高股价 你就能凭空生出资本来 那些觉得伪创股价上涨后 就是很强 就是这样的搞笑 当你把情境套到现实生活后 你就会知道那些说股本小的公司 能占便宜是多搞笑的事了 新闻说 6月2日 工业妇联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 工业妇联CEO郑红梦表示 AI服务器市场空间比预期更大 下半年公司AI服务器销售 有望强劲增长 为抓住AI服务器市场机遇 工业妇联持续强化 与英伟达等算力巨头的合作 看好AI服务器市场 今年以来 ChatGPT与AI应用持续升温 工业妇联成为 备受市场关注的AI算力龙头 郑红梦表示 训练AI大模型 需要有效的大数据 和大算力及规模化的参数 因此对GPU的需求 呈现直线上升态势 带动AI服务器市场需求走高 今年第一季度 工业妇联AI服务器规模持续增长 AI服务器营收及占比都有较大提升 公司优化服务器业务板块 下掉OEM 代工 服务器占比 提升CSP 云服务商 ODM 原始设计制造 及AI服务器比例 郑红梦称 2022年公司CSP产品占比超过40% 今年一季度进一步提升 不断优化客户与产品组合 推动工业妇联毛利率 及毛利额整体提升 财报数据显示 一季度 工业妇联毛利率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 增至7.4% 谈及下半年 AI服务器出货预期 郑红梦表示 多家全球头部云服务厂商 持续提升在AI领域的资本开支 探好下半年市场机会 AI服务器市场空间比预期更大 预期下半年将强劲增长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工业妇联散利产品涵盖云服务器 高性能服务器 AI服务器 边缘服务器及云储存设备等 主要客户涵盖全球头部品牌商等 同时 AI大模型技术引发网络扩容需求 而工业妇联在该领域布局 以囊括企业网络设备 无线网络设备 与5G相关产品等 扩充服务器产能为抓住 AI服务器市场机遇 工业妇联持续强化 与英伟达等散力巨头的合作 近日 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宣布 AI服务器H100已全面量产 并播放了H100自动化产线视频 引发市场关注 郑宏梦介绍 该视频正式在工业妇联 自动化产线拍摄完成 红海市产业的龙头 股本大 净值高 手上的资产一大堆 当AI伺服器爆发时 红海能吃到更多的订单 这应该很好理解吧 红海一家AI伺服器就2000亿 广达集委创加起来2000亿 当AI伺服器大爆发 按照刘董说的三位数成长 至少就是2000亿变4000亿 如果广达集委创也是翻倍 那了不起就是个增加1000亿 当AI伺服器市场变大时 你觉得红海这种 据经济规模的比较容易受客户亲爱 还是那些小公司比较受亲爱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而且当AI伺服器成长到红海时 当然也是据经济规模的 可以抢到更多的订单 因为客户就问你 红海可以比较便宜 为啥你一定要这么贵 你总不能说红海规模大 但占整体营收不大 所以你比较有优势吧 这种话说出去就是会被人笑死 记得一件事 红海的保留盈余有三成 也就是1.14兆 广达仅有14.6% 也就是仅有1021亿 伪创就更搞笑了 保留盈余仅有8.58% 也就是365.7亿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AI伺服器大爆发 红海 广达 伪创要买土地 要扩厂 要被库存 需要资金周转 你觉得哪一家公司 能快速地拿出大笔的资金去扩厂 买设备 买土地 被库存 当然是有1.14兆元的红海 一些散户天真的以为 伪创股价涨到71.1元 这样他就能凭空地 伸出钱去布局AI伺服器的商机 真的就是愚蠢至极 白话文就是 今天你看到弹塔商机大爆发 每天大家都在排队 供不应求 两家做弹塔的 一家有1亿资本 一家仅有100万资本 弹塔商机从100万爆发到1亿 你以为资金额100万的店 能吃到多少商机啊 他有钱去买店面吗 有钱去买蛋塔原料吗 能被库存吗 如果你是卖蛋塔原料的 你敢把3000万的原料 供给资本额10万的店吗 这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来一群人 在那说资本额100万的店 卖100万就赚一倍 资本额1亿的 卖3000万也才赚30% 重点是商机大幅成长 你也要有足够大的资金 才能做这么大的生意 不然炒高股价你就能凭空伸出资本来 那些觉得伪创股价上涨后就是很强 就是这样的搞笑 当你把情境套到现实生活后 你就会知道那些说股本小的公司 能占便宜是多搞笑的事了 新闻说 鸿海PCE Technology的Huarez S8的CEV 是位在墨西哥境内靠近美墨边境的子公司 是北美规模最大的消费性电子产品组装厂 过去主力生产云端伺服器 网通等产品 在2022年9月底增资3.6亿美元 约新台币111亿元 扩充电动车零组件产能 并展开电池相关布局 鸿海的墨西哥厂原本 已经有供Tesla车款的电池支架 电池机构零件 电池被盖 后行李箱与尾门事件等等 如今在传取的ECU与车用电子模组等关键零组件 将成为特斯拉电动车的关键供应商 鸿海PCE Technology的Huarez S8的CEV 是位在墨西哥的子公司 位于墨西哥境内靠近美墨边境 是北美规模最大的消费性电子产品组装厂 原本特斯拉高阶ECU主要有广达集团供应 低阶ECU则由汉硕负责 但这回鸿海集团为何能够抢下订单 不具名供应链人士表示 特斯拉正在全球掀起电动车价格战 又要顾及车辆的产能 这令原本的供应商连带受到不小压力 所以原厂评估鸿海墨西哥厂不仅有地利之变 人数、零件成本价格与量产规模都具备优势 有利于特斯拉捍卫电动车销售霸主地位 并持续扩大市战略 网友柜说 现在台湾人或媒体看恍人薰是神 对我来说我的贵人是A大 网友科技说 A大教我们用最小的风险 用时间换取适合自己的获利 可以安心上班 不用钉盘 A大回答 好的公司就是能长期稳定且持续的获利 一堆昙花一现的题材股 热门股 那时时间都会让他们现行 我念过的投机股 题材股多的去了 九成公司股价都跌回原来有的价值 我看得上眼的 时间越久 你赚越多 其实就是很简单 公司和你开店差不多 资产一百万 一年赚十万 用一百万买到 当然就是用时间稳赢 用一千万买了 那可能就是孙子才能帮你报仇 别人在那吹说未来会怎样 所以值一千万 吹牛还是吹牛 像伪创这样 说未来伺服器发大财 未来只有天知道 钱别人就先拿走了 你的风险当然就是极大 A大回答 好的公司就是能长期稳定且持续的获利 一堆昙花一现的题材股 热门股 那时时间都会让他们现行 我念过的投机股 题材股多的去了 九成公司股价都跌回原来有的价值 我看得上眼的 时间越久 你赚越多 其实就是很简单 公司和你开店差不多 资产一百万 一年赚十万 用一百万买到当然就是用时间稳赢 用一千万买了 那可能就是孙子才能帮你报仇 别人在那吹说未来会怎样 所以值一千万 吹牛还是吹牛 像伪创这样 说未来伺服器发大财 未来只有天知道 钱别人就先拿走了 你的风险当然就是极大 网友Lun分享 执押借款 借新还旧 过程及券商回应利率过程记录 一 原大证券执押借款最少50张红海值借300万 6月15日即将借齐 借齐前12个交易日可以在原大万事通app 线上申请借新还旧 未到借齐的12个交易日是看不到可借新还旧的选项可供勾选 因此我在6月1日的时候可以在原大万事通app上看到可勾选借新还旧的选框 2 利率的部分 原大证券给我的利率是单笔2.3% 整户2.5% 这两者的差异是单笔申请如果放贷经理因你 你要求只要贷300万以单笔申请将来在合约期间内假设我们进行还款20万后来觉得自己犯唇怎么还本金呢 想再借出来那对不起利率就是按融资利率计算了也就是原来300万中280万的部分利率按2.3%后来再借的20万按融资利率计 整户申请以借贷300万为例轻行同上还了20万的本金再把这20万借出来类似循环动用全部都还是以利率2.5%计算利息借还次数不限 其中发生令人不爽的事故早上跟借贷经理商谈利率时谈好整笔设定利率2.3% 其中经理要我在原大万事通app上有个什么可待总额帮他建入300万 到了中午我怎么找就是没找着截图给他看 问他要到那建入他说的300万怎么着 他跟我说总公司倾向用整户设定帮我申请借薪还就额度 我问利率还是2.3% 他回利率是2.5% 还很坚持总公司的政策逐渐会统一面向客户都是整户2.5% 我就坚持我还是要单比2.3% 他说有困难但他会帮我争取 接下来我就改问永峰证券 我说我的情况 在原大我只能谈到2.3%还是总公司规定 营业员号称可以帮我争取到2.2% 目前依然是号称 待周一才能有确切消息 我也不管是不是2.2% 我就回头找原大说人家可以给2.2% 瞬间 他秒回我已经用单比2.3%帮你申请了 好笑吧 个人遇到的鸟事就当笑话给各位笑笑 A大回答 金融负债的知识就是多问多看 对银行来说 他们的利率范围是很广的 他们会区分条件好的及条件不好的人给不同的利率 所以可以问到不同的利率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你还是得了解目前利率的情况 之前银行定存利率0.82% 你能问到2%或1.56% 这都算正常的 现在银行定存利率1.6% 资金成本就在那了 银行就是拿存款户的钱然后做套利 试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你存100万 然后银行一年给你1.6% 这时银行再把钱以1.6%解出 这样你觉得银行活得下去吗 一定是不行的 他们要付员工费用 水电费 有时还会提列点呆债 所以利率一定会有一个泛压的 大概加个0.5%到0.6% 这样大概就是银行的底线 如果低于这利率 银行就是赔钱借你 一般来说 如果我要放款1亿元 前面的9500万我已经以2.3%放出去了 剩下500万一直放不出去 放在那也是闲着 用1.8%出去 至少能付给定存户的钱 这样情况就有可能 但你要银行统一借你赔钱的利率 这一定就是不可能的 大家去个人信贷代会有开办费 这很容易可以变低 这单纯就是业务少赚一点 目前利率2.2% 2.3%这都还算是合理 一些职业级条件差的 可能会借到3% 甚至4% 如果曾经信用打坏的 可能银行会向你开10% 所以不同人利率会不同 你不用看别人利率很低 就觉得自己也要很低 别人是医师 律师 老师 公务员 法官 上市公司的主管 你如果是外送员 便利商店的店员 这在银行眼中 就是属于有较大几率 还不出钱的 一个医生和你说 他能借到2.1% 结果你以外送员的身份 想去谈2.1% 那业务员会直接挂你电话的 大家是可以了解一下 银行的思维 就不会再那浪费自己的生命 和业务原规打墙 新闻说 2021年6月4日 傍晚台湾指数公司 已经公告0056最新成分调整结果 武当纳入 友达 群创 长荣 南地 超风 二档删除 连墙及神机 2023年6月3日 近来基金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的 原大高股息ETF所追踪的 台湾高股息指数 此次成分股也出现多档调整 新纳入红旗 巨阳 赵峰金 尾影 永丰鱼 并删除旗虹 长荣 望虹 台波 童星殿等 A大回答 当初0056就是在长荣最火热时去追的 和现在00878去追尾创没有两样 两年后0056要把长荣踢掉了 这时会有人说 长荣不是要配45%的股息吗 0056不要了吗 当初0056追长荣时 不就是看上长荣高股息吗 怎么会在现在踢掉了呢 这就是高股息ETF神奇的地方 你以为ETF经理人很在乎吗 他们就是按表操客 今年长荣虽然可以配45%的股利率 但第一季获利已经出来了 仅赚了2.38元 今年航运股不一定能配出高股息 所以0056的经理人觉得自己要为明年的高股息布局 就把长荣给踢出去了 然后去追最近暴涨的红旗 反正我说过 这些经理人不会管你赚钱还是赔钱的 那天我才说过群艺台湾精选高息 00919 号称配11.3% 其实就是持有长荣 现在0056已经看到我说的明年长荣不一定能高股息 所以要把长荣给踢出去 当初0056追长荣在180元左右 现在要在155元附近卖掉 这时有人说 也没有赔多少啊 我只能说 你天真了 长荣有减资6成 现在的155元等于当初的62元 0056都赔了6成的差价了 最近0056的股价有上涨 就是这一波涨1000多点造成的 而且0056也持有伪创 股价是被这些带起来的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 0056卖了长荣是完成一买即一卖 现在里面持有的个股涨或跌都只是虚幻的 A大回答 当初0056就是在长荣最火热时去追的 和现在00878去追伪创没有两样 两年后0056要把长荣踢掉了 这时会有人说 长荣不是要配45%的股息吗 0056不要了吗 当初0056追长荣时 不就是看上长荣高股息吗 怎么会在现在踢掉了呢 这就是高股息ETF神奇的地方 你以为ETF经理人很在乎吗 他们就是按表操客 今年长荣虽然可以配45%的股利率 但第一季获利已经出来了 仅赚了2.38元 今年航运股不一定能配出高股息 所以0056的经理人觉得自己要为明年的高股息布局 就把长荣给踢出去了 然后去追最近暴涨的红旗 反正我说过 这些经理人不会管你赚钱还是赔钱的 那天我才说过群艺台湾精选高息 00919 号称配11.3% 其实就是持有长荣 现在0056已经看到我说的明年长荣不一定能高股息 所以要把长荣给踢出去 当初0056追长荣在180元左右 现在要在155元附近卖掉 这时有人说 也没有赔多少啊 我只能说 你天真了 长荣有减资6成 现在的155元等于当初的62元 0056都赔了6成的差价了 最近0056的股价有上涨 就是这一波涨1000多点造成的 而且0056也持有伪创 股价是被这些带起来的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 0056卖了长荣市完成一买及一卖 现在里面持有的个股涨或跌都只是虚幻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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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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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